严格林 密语者 第十二章 他心也不跳了 肺腮得满满的 他不知道他是更害怕密语者 还是更害怕望眼欲穿的自己 他这些天的无精打采竟是因为缺少那个人的密语 别问我怎样得到了你的新王子 其实我早就可以闯进你刚刚制造的虚假宁静 但我没有 我想试试看 没有你 我是不是能喝咖啡 读报 看电视 听音乐 呼吸 吃饭 活着 我也想看看 没有我 你怎样行动 谈笑 顾盼 你两眼秋波抛给谁 十天了 结论是你我不能没有彼此 尤其是你 这十天 你什么都依旧 就是没了魂魄 瞧红梅想顶撞回去 怎么有你这样不知羞耻自作多情的人 他却没有 这不是为谁追谁计较的时候 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摆脱 我 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摆脱 索性堂堂正正 和我约个地点 痛快地聊他一回 何去何从 我们从那儿再看 我不能和女人恋爱 我不能和女人恋爱 就像我不能和男人做哥儿们一样 你肯定无法接受女人 我可以一百次地肯定这一点 就是说 假如我是个男人 像我最初出现时一样 富有 闲散 学识杂七杂八 不过够一个公子哥儿美化谈吐 那样一个男人 你是能接受的 我不知你在胡扯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 其实你心底里从来没有完全信用过 我是个女人 明晚八点 我在校园的蓝色多脑盒等你 假如你想说 见你的鬼去 你该把他留到那时对着我的面孔去说 蓝色多脑盒咖啡馆其实是学生俱乐部 两旁的餐馆每晚九点关门 学生们仍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块八角的汤和两块钱的迷你比萨 几乎每天晚上 都有学生在那里演奏爵士或室内乐 他接受了密语者的邀请 在蓝色多脑盒谁能对谁干什么 八点钟正是繁华时间 每个桌都挤满人 他早早从图书馆回家 见格兰皮鞋脱在门口 便哈罗一声 他给自己疯疯癫癫的嗓门唬了一跳 格兰在书房里应了声哈罗 似乎没在意他异常的情绪 他开始换衣服 细围裙 大声自告奋勇 说晚餐由他负责 他拉开冰箱 找出一些蔬菜 又取出半盒冻瞎 解冻来不及了 只能靠热水泡 他把砖头式的冻瞎 他往水池里一扔 一声不响的声响 一看 白瓷池底被砸出细细几道裂纹 或是已开始发生 他拧开水龙头 水来得太猛 见了他一头一脸 他左右扭转脸 在两个尖头上擦 竟发现自己在吃笑 然后是准备盘子 餐具 餐巾 他在厨房和餐室间跑来跑去 尝试拉开厨门 又忘了该取什么 爬上梯子 忘了够什么 但他觉得自己少有的轻盈伶俐 切菜的动作也带些舞蹈 这时他回头 见格兰站在厨房门口 看着他笑而不语 看上去他早就站在那里 看了他半天了 他一下子老实了 这时他取消和密语者的约会 还来得及 但他知道他不会取消 他对格兰嗲嗲一笑 心里对自己的轻浮感到绝望 嗲嗲的一笑总是有后果的 格兰上来抱住他 他说 炉子 火 外面响了一声闷雷 这地方很久 很久以前 爱下雨 有段时间连汉六年 现在雨又一点一点回来了 格兰似乎知道他的秘密够当 想阻止他 把他抱得那么紧 他轻轻掰他的手指 嘴里全是哄人的话 他没办法 飞去赴约不可 雨和格兰都妄想阻止他 他连借口都顾不上编一个就冒雨出门了 只对电视机前的格兰说 我马上就回来 走进蓝色多脑盒时 没碰上一个熟人 二十多张桌子都坐得满满的 小舞台上在演实验戏剧 十多个戴亚剧大白面谱的戏剧系 学生做着某种琴类的动作 主角儿在念类似等待各多的台词 乔红梅等着等密于这登场 雨衣和温热的咖啡气味混合 使他的初次登场显得温暖而平时 他心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他眼睛从每个桌上的面孔上扫过 这人迟到了 没有中意的座位 他顺着墙壁观赏艺术系学生的油画 这人说他将拿一本艺术杂志 封面上有Hulio Cancelers的人面雕塑 这人玩他玩得够狠的 玩了身份又玩性别 他又看表 才过一分钟 他只给它十分钟 然后他就结束等待 油画是不久前挂上去的 颜料气味十分新鲜 他不如就从这些话谈起 头一次见面大家需要个安全的话题 他会说看看这些麻木的笔触吧 大喊大叫的色彩 语会却贫乏到极点 如同大量的风鱼的食品 滋味却是没有的 大量的性爱 感觉也是没有的 大量的谈话 完全没有会议 他假装看话看得入神 一点点向拐角走 拐角沿向一条走廊 通往后门 他守着退路 听每个人的进 出 动 进 他扮扬起脸 脖子和脊背很松弛 两手懒懒地抱在胸前 从背后看 他一点不是望眼欲穿的样子 临湿的头发偶尔滴一颗水珠下来 又顺着他的太阳穴迟迟移移往下滚 画出一根微痒的冰凉的轨迹 这时一个新顾客走进咖啡馆正门 大声合作在门口的两个女学生打招呼 格兰 乔红梅马上退入阴影 格兰竟和他的学生在这里约见 师生间调侃起来 都不高明 女学生们的笑声十分紧张 格兰只好再开些玩笑 更失败 他们开始谈他们的本行 格兰自如起来 海明威 福克纳 费茨杰拉德 奥尼尔 波斯 劳瑞 形成酗酒流行病的天才们 不只是自如 格兰辉煌起来了 乔红梅几乎忘了 这就是他结婚十一年的丈夫 他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精彩 桌上的烛光给了他一个古典的侧影 他原来有双异感浪漫的眼睛 女学生们请教授讲得慢一些 让他们做笔记 乔红梅想 这两个年轻女生已被格兰引诱了 只不过格兰是无意的 墙的拐角阻断了他们的视线 他就这样隔墙有耳的站着 听格兰向两个女学生发射知识 幽默 魅力 以及妙不可言的性信息 姓张力在三个人头顶凝聚 产生电流 不断打出火花 乔红梅有些妒忌两个女学生了 洗手间里突然出来个人 险些和他撞个满怀 两人同时道一声对不起 又同时端向着对方 乔红梅从蓝色多脑盒的后门出来 他无意中验证了自己的假设 谁不处在三角关系里呢 或须或时而已 他走在雨里 惊弓鸟一样向前扑腾 格兰一定盯上他了 这些天他的行为举止 连他自己看看都可以 他突然站下来 站在雨点密集的校园操场上 他想起那个从洗手间出来的男人 他道歉时对他那么一笑 绝不是陌生人的笑 他四十来岁 没错 正是他自己形容的样子 个头不太高 但十分结实匀衬 似乎穿见黑色羊绒毛衣 高领 崩出他的快儿 是个爱打网球或游泳的人 动作中还残存不少青春 虽然头发已带些杂色 他犹豫着要不要走回去 给格兰什么样的说法呢 往上来的情人 他回头看一眼闹哄哄的咖啡馆 没有挪动脚步 他和他对视一眼 没错 特征都对得上好 他的嘴 那张郁语幼稚的嘴巴 是那种心里语言很多 嘴上却没话的人 全身湿透的回到家 他一眼看见格兰的流言 他有两个考博士的女学生紧急求见 他约他们去了蓝色多脑河 看不出他对他起了疑心 各个字都磊落 他脱下湿衣服 用松软的大毛巾裹住身体 忽然感到胃口开了 想吃东西 晚饭时他只胡乱塞了几口蔬菜 他找出一块起司和一块杂粮面包 吊在嘴里就去上网 他的信已在等他 他说他知道他很失望 淋一场雨 却扑了空 他看着他从雨里走来 完全像个殉情少女 决绝而柔弱不堪 睫毛高的黑色被雨冲化了 晕成两个大大的黑眼眶 一缕湿头发搭在庄严的嘴唇边 他说他从不知自己会有如此多的恋爱 会如此的静静爆发 他想到他是从那个小村子来的 那个一夜间死去213名处女的小村 处女们是集体殉情的 为了她们尚不知在何处的情人 因而她们不必嫁人 不必失望 免去了为人妇之后 在偷情的冤孽弯路 直接就为前存的情夫们死去了 你就从那个小村走出来 走向我的 我看着站在门口的你 这样想 你身后是一座座稻草垛 是偷情人的坟墓 你讲到那个城市来的男孩 爱吹口琴爱咒骂的那个小伙子 也被埋在这不寻常的坟墓里 你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村 看红梅恨不得伸出手 去处碰那一行行字 因为这些字正触摸她 她知道她说的恋爱是怎么回事 她说她顺着一张张桌走过来 喘息隔着衣服都看得出来 异常于把她多日的惊恐 失眠 酗酒 以及对这事渐渐染上的饮泉 印了出来 她说她想上来抱起她 告诉她她有多么懊悔 不该这样惊唬她 让她从这里重新开头 从体温和呼吸开头 假如不是格兰梗在那里 她一定会和她好好开始 她说她逃得那么创皇 连披肩失落都毫无意识 她拾起她的披肩 她带着她身体的气味和温度 瞧红梅一摸肩膀 果然空荡了 她最爱的一条披肩 落到她手里了 她要她别担心 她会好好保存她 直到下次约会 她不再凭空想象她 多情的文字和那个一闪而逝的 中年男子重合起来 多情也是牛仔式的多情 一半笑容压在冒岩下 不怎么拿你当回事 却眨眼间就会为你去死 都好 都和她心意 这个使她一切感觉 一切欲望回春的男人 她说她感觉到她微湿的身体 裹在柔软的棉质毛巾里 这是她的手 扯下这条毛巾 不是轻轻撩开 而是那么一扯 带一种彪悍 手势短促 不许你扭你 这是她的手掌 抹肩着她的肉体 那黄孩子的肌肤 她真的使她又燃烧起来 就连格兰 她也感到一种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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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然后她就能用她的手 再担心意 她也感到一样 她也感到一样 她就能用她的手 她就能用她的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